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门 它的第一扇小门都重达两吨 但它总共有七层大门 每增加一层大门就会在原来的重量上 增加一倍的重量 那么问题来了 要打开七层大门的话总重量达到了多少 据说奇亚回来的时候已经可以打开三层大门 没错这扇大门就是奇亚家的大门 它位于恶名昭著的奏迪克家族所在的哭哭路山 以一座海拔3772米的丝火山做本部 可见这个家族实力之强大 只因这个家族内的所有成员 从上到下老的小的全部都是杀手 曾祖父祖父父亲还有包括奇亚在内的五兄弟 都是这个暗杀组织的成员 作为杀手组织他们竟然敢 将自己家的位置攻之于是 可见其实力的雄厚 仅仅是这座大门一般人都无法进入 这座大门被人们又称之为黄泉之门 因为擅自闯入的都是有去无回 但偏偏有人就是不信邪 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据说奏迪克家族成员的一张照片 就可以拿到一亿元的赏金 所以这两个不怕死的来到这里 准备杀进大门之内 他们直接拿出了炸弹 想要将大门给轰开 可当炸弹爆炸之后 只见连在大门留下一点痕迹都无法做到 此时负责大门的守卫大爷走了出来 大块头见到直接将他一手提了起来 而他身上的钥匙也正好掉了出来 剑撞二人大喜直接打开大门后走了进去 但大爷还是提醒他们 如果进去的话出了是自己负责 两人自然是不会听他在那吓唬人 但没过一会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便传了出来 所有人都震惊了 只见这时大爷提起一个铁桶走了过去 然后从小门递出两具窟窿 显然正是刚才那两个倒霉蛋 游客们被吓得落荒而逃 唯独只有小杰三人比较镇定 交谈一会之后 大爷知道三人是奇亚的朋友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从来没有人以朋友的身份 过来找奏迪克家族的成员 这正是杀手的悲哀 虽然大爷对他们非常的客气 但表示依然不能放他们进入 因为里面有三毛的存在 三毛是家族的看门群 十年前家主下令任何从刚才那小门进入的 一律杀无赦 而那道小门也是故意设置在那里 想要对奏迪克动坏心思的人 通过那道门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三毛生性残暴更是忠心耿耿 一直执行着家主的命令 他不想见到三人为此丧命 所以劝他们不要进入 但库拉皮卡马上就想到 大爷作为守门人应该可以自由进出的 那么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因为他可以通过真正的大门进出 但雷欧利是果 现在他根本无法推开哪怕是一道小门 因为他实在是太重了 此时大爷给他们来了翻掩饰 脱去衣服后露出了那强大的肌肉 调整好呼吸用出了全部力气 哪怕是大爷也做得很吃力 如果想安全通过大门 那么必须推开真正的大门才可以 他告诉大家奇亚回来时 可是打开了三扇大门 但他们却暂时还做不到推开一扇小门 为此小杰请求大爷帮他联系一下奇亚 让奇亚出来见他们 这样是最省时间的方法 好心大也拨通了内部的电话 但想必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